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国庭小魔王之称的孙宁莎 在清澳会女单决赛 中4比1战胜日本平野美宇 而在最均看点的男单决赛中 有着张继科接班人之称的王楚清也4比1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神统张本聚合 并在单局打出10比0全输比分后主动放选11比1击溃对手 夺得了男单冠军 2018雅加达亚运会上 日本拼携耍心眼儿 没有派出主力阵容出战 代表中国对出战的王楚清也就没机会欲常常表态要击败国庭的张本职合交手 如今在清澳会的男单决赛中两人终于一较高下 心高气傲的张本聚合已经彻底被国庭看穿 被蔡振华亲资指点 过得王楚清越发成熟 除了在打球能力方面已经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外 18岁的王楚清还十分懂事儿 在赛后的合影环节中 由于自己个子很高 一米八的他根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的国庭教练陈振将可饮时 还贴心的主动弯腰并抱两脚 一前一后分开 让教练的胳膊能搭在自己肩膀上 这样两人的身高差就没那么明显 如此细心的王楚清 真是懂事儿的好孩子 国庭小将王楚清和孙凌莎在清澳会上分别战胜 张本志和平言为语后 夺得的这两枚重量级精彩非常鼓舞人心 沿岸球迷们看到了马龙 白振东 丁宁 柔诗文后 国庭后继有人的可喜一面